常养身心正能量 一念善上天堂 一念恶下地狱 万法为心灶 众生的善念 可以抵御心中不振的能量 和疫情负能量 心中不好的染灼 只有靠慈悲来化解灾祸 共业难为 要靠众生的慈悲心来化解 慈悲就是正能量的细胞源 慈悲是一种抗体 要躲过天灾共业 只能靠内心的善心善念 徜养身心正能量 消除负能量 心中常有 救度众生的慈悲意念 每天想救度众生 帮助别人 这就是大功德 一个人 每天做不到实际的行善 但是意念每天想着 做菩萨 做好人 就能做菩萨 做好人 如果 连做好人的想法都没有 怎么做菩萨 做好人 末法时期的灾难 只有慈悲来化解 培养众生的慈心善念 转换心念气场 用心来改变自身 恶气场 用慈悲心来改变人身的气场 改变一生的命运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珍惜 这是难得的菩萨因缘 末法时期 只有慈悲 才能解决问题 只有靠菩萨的慈悲 才能度过一切苦恶 此悲在心 可转念 众生夜里 游心献 正面长存 无染灼 用心行善 苦恶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